哈啰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萍 欢迎来听阿萍在日本生活的一天 好那今天呢 没有跟佑奖一起拍Podcast 因为最近他一直在找正职工作 那他又要上打工 又要上课 所以三件事情 总在现在这一两个月以内 他非常的忙碌 现在他也是去上班 所以他真的很累 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来拍啦 好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天气 那在天气的话题来讲 日本人超爱讲天气的 譬如说我跟日本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说 今日は天气いいですね 今天天气很好耶 或者是今日天气雨降雨 就是今天的天气好像会下雨 他们都会用天气来带 所有的话题的第一句 所以以日本人来讲 天气这件事情是非 算什么 开场白 所以我就想用天气这个话题 来带今天的主题 那今年的2020年呢 日本的天气 说实在非常非常的热 现在是秋天啊 没有那么热 但是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热到整个快翻掉 整个快热到爆炸 快快挂了 日本的夏天呢 跟台湾的夏天有一点不同 是因为日本的夏天比较干 所以呢 它没有那些水气啊 在太阳跟我们的之间 所以导致晒下来太阳啊 非常的痛 会刺刺的 痛痛刺刺的 非常的不舒服 不像台湾 呃 算年年实施的也是非常不舒服啊 但是日本呢 会有一种很毒 非常毒的一个感觉 也就是一定要插防晒乳 不然的话 一定会晒到黑暴 好 因为2020年这一次的天气呢 跟我以往所体验的 那个夏天完全不同 所以我就特别看到了 就是日本的新闻啊 有特别去访问 在涉谷 直接去找男性的上班族 直接去询问他说 呃 你们会不会想跟女生用一样的 就是用羊伞去撑 大部分的人都有说是 有点娘 有点娘腔 有点gay 这样子 然后记者 他就直接把一个羊伞 给那个男生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人都说 我有可能会考虑 继续撑这个伞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最近啊 日本出了非常非常多 关于男生用的羊伞 呃 我跟又讲也有买 各一把 那这部影片 应该会在上 下一个礼拜三上传 虽然羊伞呢 最刚开始我也觉得有点娘 然后也有点 就是会有那 也有点不自在 但是在夏天 那么毒的太阳情况下 呃 我开始买的那 那个羊伞啊 我自己在那边撑 哦 一整个就是爽 一整个就是很凉快 如果买一个好一点的伞 其实你就站在屋檐下的那种感觉 非常舒服 那当然啦 还有保证降低中暑的风险 那因为这个天气炎热的问题啊 应该就是地球暖化的关系 由于地球暖化的关系 这今年吧 还是去年两个加起来 有没有发现说灾难非常的多 譬如说地震啊 或者是台风 尤其是去年的台风吧 还是今年 我有点忘了 年初的时候 我跟Yu醬 GG还有小宇 在我们现在这个家呃呃呃呃呆呆呐 呃� Щ 我們家其實快要差一點被淹沒 因為我們家後面有一個川 然後那個川其實差一點點就要潰堤了 然後那個時候差一點我們家就有可能 應該說東京如果那個川壞了的話 全部東京東邊的區域應該都會淹水 幸好沒有事是真的只差一點點 只差10公分吧我記得 其實很阿不奈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是因為 在陽傘的這個新聞過後 我才又看到說 日本政府要宣布避難勸告的這項措施 然後取消 要直接跟避難指示直接一本化 什麼意思呢 避難的勸告最簡單的就是 現在有可能會發生地震 我算是半強迫吧 其實如果沒有警察來家裡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怎麼樣我覺得 那這個我最主要講的是 我並不知道說日本對於避難這些事情呢 是有勸告還有指示這兩樣東西 勸告就是麻煩你去避難嘛 那指示是你必須要去避難 如果在每一次的災漢中 日本都是用避難圈搞的話 那那些所逝去的人們 那他是不是就很衰 我自己有這樣覺得 為什麼不要直接避難指示呢 但是我又在想 這個跟台灣好像也是一樣會有爭議 是因為如果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結果就說你給我去避難 那急急忙忙衝出家裡的人 發現說沒有任何的災難 是不是又會罵 是不是太早 像什麼太早宣布 太快宣布 沒必要宣布 那有必要嗎 浪費人民錢 那反過來想 如果發生災害了 民眾又開始會罵 為什麼不講 為什麼不要強制性讓民眾職業避難 等等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有點奇怪 有一點不符合邏輯 因為怎麼做都不對 政府怎麼做都不對 有幾次颱風我都有看到 台灣還是日本都發生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會這樣想 所以日本呢 直接執行避難指示 就直接請你去避難的情況下 我覺得會好一點 但是他們的決定 有可能會錯的 所以我又怕會民眾又來在那邊 OK 那這兩件事情呢 夏天越來越熱 然後越來越多災害 颱風地震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我們要好好的保護 我們自己的地球啊各位 我們自己的地球 我們這一代人 一定要趕快保護好 不然我們下一代 下下一代沒有更美麗的地球 可以給大家 那我在這邊還是要提倡 大家可以吃素 那素有什麼好處 譬如說 有人會說不要吃紅肉 只吃白肉就只吃雞 不要吃牛豬嘛 那我是想說 連雞都不要吃 魚也可以不要吃 最近有太多那個什麼 什麼分子 塑膠分子 殘留在魚裡面 其實也最好不要吃 所以 台灣跟日本 最近日本 特別特別出了超級無敵多的素質 我覺得可以在 十月的 十月的第三個禮拜 四月的第二個禮拜來 PO吧 有那個 日本現在做的素食太多太多了 我嚇到了 尤其是一家公司 一次出了八種素食 那這個時候就一定會有人講說 那你吃素肉 你不就是想要吃肉嗎 這個問題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多人遇見 或者是有被問到 或者是你現在的問題 OK 吃素 為什麼要吃素肉 我有聽到有一個素食的YouTuber有講 是因為說 有些人是提倡環保 但是 沒有辦法 一時半刻沒有辦法去 接受 只吃 完全的 菜 那 多多少少要吃那個 一些假的肉 去幫助自己 慢慢就有點像解鹽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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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肉這個東西給戒掉 那我自己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我們不可能吃素的人 就是只吃菜 只吃水果 我們的牙齒會很想咬比較硬的東西 比較結實的東西的時候 除了天洞 就譬如說 炸 番薯 炸 茄子 以外 比較硬 就是比較想要吃一點 裡面 內容物比較 結實的 我們就會想吃素肉 我們並不是每天都在吃菜的 各位 我們會吃素肉 素肉就是 就是為了要改變其他種的味道 改變其他種的口感的時候 我們就會吃素肉 不要再跟我們講說 吃素肉就是想要吃肉的一個本能 不然每天都吃菜 一般人 我們是很容易吃膩的 尤其 我現在在日本 他們的菜 比台灣 還要少 還要難吃 這邊的菜 菜味超重 真的是 很難吃 我最近都是吃菠菜 菠菜 only OK 所以 日本吃了非常非常多的素肉的情況下 我也吃非常非常多的素肉 素肉好吃 有些人會想說無肉不歡 說實在 現在有太多太多素肉 跟肉一樣的味道 跟肉一樣的口感 我覺得真的很屌 尤其是日本最近 真的是最近開始出了 我在日本絕對不會想像的到的素肉 甚至他們的素肉很精緻很精緻 現在 要跟大家講一個特別的 日本這個肉食性大國 自己創造了烤肉用的素肉 不是像台灣這樣子已經做好一片一片 然後直接烤啊煎啊什麼 它的肉的那個樣子 就跟 我不知道怎麼講耶 有點像雞皮的感覺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面打 因為我很懶 等一下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面打 Next Meters 下一個肉 下一階段的肉的意思 那它的網址呢會帶到日本的素肉製造商 那它 點進去之後 它現在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 烤肉用的素肉 跟 最近 9月底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9月底要出 牛洞用的素肉 牛洞耶 它直接賣那個調理包 直接給你回家用 而且是素的 好幾個月前我不是有拍那個牛洞 素牛洞做法 就是我用豆皮啊 還有用香菇啊 還是有香菇嗎 還是洋蔥我忘記了 然後自己去調配 然後做成那個牛洞飯 但不是它是直接要做成牛洞了各位 它要用素肉來做成牛洞 可以給我們自己吃 它現在賣的那個素肉烤肉有點貴 一盒有5包 5包有80克 80克其實很少 一盒呢 就要2000日幣 說實在沒有那麼便宜啦 大概6000 600台幣 真的是沒有那麼的便宜 那那個官網呢 還有特別介紹說 國外啊 好像在製造吧 還是已經製造出來了 3D裂印素肉等等的相關報道 而且是他們正在製作出 可以自己買回家 自己裂印屬於自己的素肉 口感樣子都可以直接 呃 模仿肉的樣子 然後但是是素的 是大豆做的 這不是很酷嗎 而且 現在在亞洲區啊 開始吃素肉的人 漸漸越來越多 不只台灣 日本也是 所以我在想說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多吃一點素肉 而且這個我覺得 是自己發現的 日本跟台灣的素肉 因為台灣的素肉 歷史比較長嘛 所以台灣的素肉 開始從精緻化的 就譬如說 很多添加物 譬如說已經成型了 已經完全看不出來 它原型的食物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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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一些他們所製造的一些調味料 然後就直接賣給顧客 那個看起來就非常的原始 非常的 總之就是健康 那日本呢 現在開始才走向 呃 製作成素肉的那個樣子 所以他們的精緻度會非常非常的高 他們的包裝也很華麗 然後裡面的肉呢 其實 很屌 他就是 肉了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的 最近他 最近出的都是炸的 還有肉丸子 還有 炸豬排 還有炸 腰間 那個豬腰間的肉 然後他們的味道都不一樣 都是素的喔 然後我吃下去就真的是 但是我整個生甜太好吃了 而且 沒想到日本可以做成那麼厲害的樣子 但是 因為他 極度的要去模仿這些肉 所以他們的添加物應該很多 好啦 反正 下下禮拜大家就可以看到啦 好 那還有一個最後一個新聞是 我自己覺得是有一點特別 是關於 是關於肺炎的 那這個新聞在好久 一兩個月前吧 就看到了 是 他是在講 他是在講什麼呢 就是有網友 看到日本的一所高中 爆發的疫情 然後 他 從他第三者的角度 去看日本 國民 看到這樣的消息的時候 所引發出來的反應 沒想到 是 沒想到的是 日本人呢 是直接把感染的人 當作罪犯來處理 那為什麼會導致成這個原因 是因為日本的很多的明星啊 跟運動選手啊 只要得到了這個 CORONA的 東西啊 所以 他們就立即召開記者會 或者是直接直播說 對不 對不 我的錯 我 感染了 肺炎 所以 我對不起大眾 對不起大家 我錯了 我就 你 不是 你自己想要去感染肺炎吧 你 你不是想要 你不是想要為了傳染而感染肺炎 你是不小心被傳染的吧 那你幹嘛要跟那個社會大眾道歉 這件事很北七耶 你病毒是任何人都有一定的機會下傳染到肺炎 你藝人跟運動明星 你也是這樣子對吧 對啊 那為什麼你感染了 你就要出來道歉 你又不是被故意感染 你又不是說 我沒有性病 那我故意去染一個性病 不可能嘛 誰會把自己的性病當開玩笑 那 尤其 感染了之後 要跟社會大眾道歉 所以大眾 社會大眾就會認為說 因為你感染了肺炎 所以你一定要跟大家說 對不起 我錯了 我感染了病 就是錯誤的事情 所以導致說 很多的日本人 就會認為說 日本的那個高中爆發疫情 都是他們的錯 他們做了不好的犯例 他們不是好人 他們是壞人 他們是犯人 的方式來處理 離開 離開日本國家 你們去死 你們不要再活在這個世界上 等等等等之類的輿論 我都有看到 就覺得 好智障喔 為什麼日本人的 這種社會 社會型的 群體性的這種 想法會那麼的極端 還有那麼的偏激呢 對不對 覺得非常的 敵人啊 雖然我還是 生活在這邊 希望日本不要再那麼敵人 就這樣吧 那今天的Podcast 應該就到這邊 簡單的 因為沒有兩個人吧 所以我才十幾分鐘就結束了 好 那就到這邊啦 下一次的Podcast再見 拜拜